一定要记住我这张脸 A E I O U 这五个字母就叫做原音字母 记单词的方法就六个字 找原音 拼辅音 原音字母的发音有规律 辅音就是拼音 单词就像拼音一样拼出来 如果你知道字母A的声音是at 那下面这些单词你都会读 比如说hat 再比如原音字母you的声音是up 那run hug cup 这些单词你就都会拼读 像这样的发音规律 我的零基础五合一课程里有详细讲解 一共是536节课 包括字母音标 自然拼读 口语规则 还有我总结的听说综合实战句子讲解 课后还有一对一打一就音 学完你就再也不会为英语而头疼了 对英语学习还有不懂的地方 来我直播间 帮你彻底搞清楚